《吉兔的经文》 《吉兔的经文》 另外我们读啊 我读这个《彼得前书》 这个一章八节后 有这么一个经文 就说 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就说我们 基督徒 因为对神完全的信心 就会打出我们大喜乐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人生 不可能万事容易 就是说每个人 肯定都会碰到 各种各样的挫折啊 不顺利啊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会有 软弱失落的时候 那么 当我们就是说 面对这样自己 这种情绪的起伏的时候呢 那么就代表我们对神 信心就不够了吗 还是说 那么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就是说我们人 这种自然的情绪的 起落和信心的关系 很好 这边讲说 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信心够喜乐就来 这信心到底是什么 好 我相信神要给我成就什么事情 转大喜乐来了 是指这个吗 不是 这边的信他是指什么 你虽然没有见他 没有看见 却是信他 这是指什么事情 你看不见神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可以明白 所以这个地方指的 信是指什么 是我们因信成了一个信 相信有一位独一真神 你因为相信宇宙有主宰 因为相信他在掌权 因为相信这个世界不是被恶者所掌控 就没有盼望了 因为相信我是安稳在他的手中 纵然现在的处境上面有困难 但是他没有放弃我 因为对他有这种信心 你可以在任何处境里面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这个带来的叫这种喜乐 基督主的喜乐 不是只是感官上的喜乐 有的人很喜欢在一些 大型的一些聚会里面 很热闹 大家很高兴 这种喜乐还不够 你如果要追求这种喜乐 每一个演唱会都有 基督徒的喜乐是建立在说 我是神众家买回来的 我是按他形象样式造的 我虽然现在有软弱的现象 他从不放弃我 我是属乎主的 我有圣经的真理导引我 我有圣灵的内住引导我 我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在这个有罪的世代 充满苦难的世代里面 我不被打倒 我不被困住 我在难处里面 我不会扑倒 不会自怨自爱 不会在那边怨天尤人 不会不知所措 这样子的喜乐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菲律普说 你们要喜乐 常常喜乐 是指这种喜乐 不是看场电影 吃个大餐那种的喜乐 那种喜乐很短 是不是 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你因着对这位神的信心 因为看见祂 借着圣经启示 祂是爱我们的 因着看见我们 因为不尊祂为大 这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搞成一塌糊涂 可是祂没有放弃我们 祂在这里面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 不理想的处境之中 却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 来面对 这是喜乐 苦难会不会存在 会 我们基督徒不是被要求说 你今天信主之后 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到哪个地方去躲起来 自己找一个 乌托邦的地方去活 没有 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你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这个世代不尊神为大 这个世代就有苦难 苦难我们也一样承担面对 但是怎么样 你不会害怕 你不会惊慌失措 你会不会碰到难错的时候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道病急乱投医 不会 你知道我是属乎主的 而且更重要 因为你跟这位永恒的神 建立了关系之后 你的人生就不是 以今生文 唯一衡量事情的标准 你的眼光不一样 今天世界人为什么有的时候 急急盈盈盈忙忙碌碌 整天有的时候 在那边斤斤计较 因为只有今生嘛 畏之生焉之死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过了 所以什么事 那跟你整个办事 基督主的眼光不一样 永恒的神建立了关系 你就谈永恒嘛 你如果不跟这位 创造的真神谈 接触关系 你谈什么永恒 哎呀说我们将来去西天 西天归谁管 哎呀我们将来走轮回 谁告诉你谁来审判你是将来 是不是变人变猪变狗 那个人是谁 他凭什么知道 他是谁 没有答案 那你要谈永恒 你怎么谈 都在时空之下 被时空所掌握 都在死亡的捆绑之下 胜不了死亡 那你要谈什么永恒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认识这位 独一真神在时空之上 所以你的标准 就不是只有今生了 但是我们也不是 什么事情都看到以后啊 终于到以后去没有 在永恒的盼望里面 好好的过今天 这是基督徒 今天到永恒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你的眼光不一样 你判断事情不一样 你不会跟人斤斤计较 你也不会患得患失 你也不会整天本身在那边看见 人家讲你一句话 你就三天睡不着觉 不会 因为知道判断我们的是主 因为知道我是属他的 因为知道他掌管这一切 他虽然允许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苦难存在 但是那不是他不管 而是他给人有更多的时间 去认识他 彼得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你们以为主的应许没有实践 是因为主的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 主要来整理这个世代 这个罪恶的世代主要来审判 但是主现在还没有来 现在没有来不是他不管 现在没有来 是因为他今天是个恩典时代 人还有机会 借着福音的广传 借着基督徒的见证 借着真理的传达 我们认识他 接受他 成为他的儿女 但是有一天他要来 他要处理的 那么在他来之前 这段时间呢 来之前这个时间 我们活在这个不尊臣 人为大世代 苦难是必然的产物 那我们一样在苦难之中 但是你因为人生间里关系 他给你力量 他给你永恒的盼望 他给你今生到永恒的这样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的带领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了嘛 这个里面说 产生的喜乐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那个喜乐不是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神一定给我成就 我就有喜乐 不是那种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是不是神要做的 如果是神做的 神负责 如果神不是神要做的 神也调整我们 这个信心是 我因为认识他 虽然不见他 我信他 我信他怎么样呢 所以怎么样 就蛮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因为你有把握 你生命有态度 所以你看见 圣经里面在讲的信心 你要把它区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信心 相信他 那这部分相信他怎么样 他借着宇宙相信 他借着圣经的启示 他借着以色列人启示了圣经的真理 让我们认识他 所以功能还是恩典还是他 我们运用他赐给我们的智慧 去明白去认识 这是一个跟神之间建立关系 这是透过信息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他还是有 那我们可以知道 对不对 借着大自然的存在 这是一般启示 借着圣经的真理的教导 那是特殊启示 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认识 这是神的恩典 那另外有的信心 是讲做圣工啊 或者一般生活上面 那种信心 那一个部分 你要看你 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从来都不是我要做什么 神来给我成就 爱我们的神 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跟着他做嘛 从来都不是孩子 告诉父亲说 一个两岁的孩子 跟你讲他要做 他告诉你什么 是你告诉他嘛 然后呢 他照着做嘛 我们跟神的差距 何止是 父亲跟两岁的孩子 那一个天一个地啊 所以那你要告诉他什么呢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或者说有一些时候 基督这一个信仰的真理的传达 跟宗教的一个做法 他混在一起的 所有人所创造的宗教 都是人去告诉神要做什么 我要什么 你给我成就 求神帮助我们突破这一个 旧有思维的这个绑魂帮 是他借着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走在他的旷途 信心是从这个调度里面去看见的 你把这两个层次的信心的作为分清楚来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今世里面 你应该怎么样靠着主 行事为人 你也在主的恩中 在他的光中分离向前 那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我们 剿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感谢主 我们继续在神的画面来操立 我再讲 全面的认识圣经 不要断当取义 不要以偏盖却 最近我们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年轻人 跟一些年长一起 我们今年一年 要在教会里面 大家好好把圣经读一遍 你发现有一些人 圣经只读一两卷 有些人只读旧约 有些人只读新约 有些人只读诗篇 有些人只读真言 你怎么能够全面的认识神呢 你不能够全面认识神 你怎么能够去明白他的真理 他的旨意呢 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神把圣经赐给我们 大家好好在事情上下功夫 明白神像我们所说的 你就能够全面认识他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认识一本书 你不可以以偏开拳的建立一个真理 今天要不要看看 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 有多少传达出来的讯息是以偏开拳 这断章取义 那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不要讲台说什么你都信什么 讲台按着圣经传讲的 我们都信 讲台没有圣经根据的 充其量是参考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 好好好读经 不要把读经的全秘 让给传道人 圣经不是写给传道人 也不是写给纯学家的 圣经是写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 好好去读他 第二个 第二个 主义 这小语 我们都替了 这小语 词不温 词不温 词不温